原标题 彭明志是黄埔义七生 虽然在同学当中名声不显 但在北伐战争中兢兢业业 人人都称他为汉将 蒋介石被叛革命后 彭明志毅然选择加入国党阵营 在随后的反围角斗争中表现处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 彭明志奉命在苏鲁开辟抗日根据地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彭明志与日军交战76次 地上日累军多达1.18万余人 而在这等频繁作战的情况下 彭明志还将抗日根据地 扩大到了6万多平方公里 还发展出了1.3万余人的抗日地方武装 实在是非常难得 晚南事变发生后 彭明志加入了军队的重建工作 担任第三十七旅旅长 又经历大小战役 一千五百余次 被陈老 总胜在维华中主力中的钢铁部队 为抗战大计立下了汉马功劳 解放战争时期 彭明志指挥了非常有名的秀水和子战役 当时他的对手是国军中大名鼎鼎的杜玉明 值得一提的是 国军猛见梁兴出 在这次战役中也要接受彭明志的指挥 可见其统帅力 展开全文战前彭明志 以提前查看的秀水和子的地形 遍地都是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地堡和战壕 防御攻势密不通风 于是彭明志放弃了正面强攻的战术 转而用一场阳攻迷惑守军 此季一经见效 主攻部队瞬间从侧翼展开猛攻 赶在敌军的大批援军到达战场之前 拿下了秀水和子 这场战斗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五个营 一千六百余人缴获物资无数 但其实战斗最激烈时 彭明志的部队一度遭遇到敌人前后夹击 甚至林帅都让他撤退 但彭明志敢于违抗军令 最后取得了秀水和子大捷 事后林帅不仅没有责怪他 反而表彰了他 1944年彭明志又向消息 永城一带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在抢占有力地形之后 彭明志击跑了从三陆袭来的国民党军 一举控制了沃河以北急速线 西南地区由此构筑起了 和金浦路东450凤地区的联系通道 最后整场战役结束 彭明志消灭敌人三千六百余人 武器马匹数不胜数 为表彰彰明志的辉煌战绩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3年时 彭明志在北京病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